哈囉大家好,我是Spyro 今天帶來,新手高機率挺進尾圈思路教學 和大家說明,這局完全是以新手進尾圈為目的的 老手不適合 記住,老手不適合 我已經講明了,如果老手還是要來噴 這次,我會做自己的 首先,持走流派的玩法是 跳傘找野區,隨著圈進圈邊比較安全 還有壓著獨圈邊走,一步步挺進決賽圈 這次,我選擇了單排雨林來做這次的開場 首先開始,我們先選擇了進地圖中心點 三分之二處的野區開始發展 第一圈離自己比較近,所以可以不要急 一路沿著周圍的野區搜索物資 向下到第三個野區的時候 看到人們被打開的狀態 這時候就要警戒周圍是否有人 果然不出所料 馬路對面房內有人,等他走出來 擊倒然後把他補掉 然後往下一個野區倉庫出發 正當走到一半之時 後方傳來槍聲 這時回頭去找人將對方擊殺 擊殺後再往圈內走 第二圈約縮在拍難上方一點點 接著我們到達了河邊的野區 聽到了98K的聲音 右上角也彈出了有玩家被狙擊了 這代表那位玩家正在前方不遠處 我們就小心翼翼的檢查 並往前邁進 檢查的途中被偷襲 轉身反擊 接著貼著毒圈向前進 第三圈上天眷顧 沒有很遠 於是我們向前前進 這時候又被偷襲 反擊成功 接著進入城後 貼圈邊進入小房間 蹲下仔細聽聲音 發現前方有人 檢查一下後翻出牆 讓自己有個 可以快速一打二的寬闊視野 擊殺 附近還有人 躲到房門後 等他開門後 仔細聽一下聲音 他往前走了 擊殺 第四圈縮在了下方的野區 接下來圈越來越小了 有很大的機率遇到敵人 所以我們謹慎進圈 在圈邊遇到了敵人 擊殺 進房屋後 聽外面有腳步聲 等毒圈縮到後 跟著出去看 沒人 繼續往下一圈前進 這時我們開始聽到附近交戰的聲音 且有聽到AWP的槍聲 可以謹慎一點先觀察 並且跟著毒圈跑 第五圈前方方去傳來槍聲 判定敵人一定在此 正當往前進時 出現了 炮槍 果斷換成紅點 擊殺 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把握 一定可以活到最後 請各位一同加油吧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以行動支持 SPYRAL製作更新影片吧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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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